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往往称为向心性肥胖 所以说即使是身材非常瘦的这样的人士 如果你的肚子鼓起来了 那么也不能排除你现在是否需要脂肪肝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代谢的一个问题 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 那么我们的脂肪是非常容易在内脏里面堆积的 这个最常见的就是在我们的中年男性 我们称之为内脏性的肥胖 而我们的很多中年妇女 她的脂肪是容易堆积在哪里呢 堆积在我们的腹部和臀部 所以我们呢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有可能会出现脂肪肝的 大家好 这里是湖北费市饮食养生会 我是主持人段健海 本节目由顶级合作伙伴 全球众多营养专家一致推荐的营养好油 金龙鱼1比1比1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早晚两包景福康 轻松治疗紧急病的景福康颗粒特约播出 大家好 我是胖胖 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关注以上生会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知乎 有更多的养生肝货等着您 相信电视机前的您经常会有这样的尴尬 看到美食就管不住嘴 对对对 但是得有一个事得提醒您 小心脂肪肝 所以说千万不要忽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请了一位专家来为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 这位专家就是来自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部署同济医院消化内阁的周琪教授 掌声有请他 欢迎 欢迎周教授 周教授 就刚才您上场之前 我就看您这身材实在是太棒了 谢谢 我在想周教授您这样的身材 您这个职业应该是没有脂肪肝的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脂肪肝到底是什么样的 是肝上裹了一层厚厚的油吗 就叫脂肪肝吗 你这种说法呢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们说脂肪肝 它实际上呢 我们从病理器片上来说的话 它是在肝细胞里面出现了脂肪低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称之为脂肪肝 但是从大体来看的话 它确实也是颜色偏黄 也像是裹了一层油的 这个也没有错 当然我们最终的话 还是要以病理的结果为主 主要是如果我们看到切片的话 我们看到那个肝细胞里面 有一滴一滴的像油一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称之为脂肪肝 听说我们这个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而且挺贵的 那就是超级的脂肪肝 是什么 鹅肝 鹅肝 就是啊 我们知道鹅的话 那个他们法国人 在做脂肪肝的时候 在饲养鹅的时候 就强行地给它喂食了 就是它即使吃饱了 它还得往里面喂 它是非常残忍的一个过程 那么它呢 给它喂的呢 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杂的 但是都是以高淀粉为主 那么它一样也是 可以找后来脂肪 所以这个其实是 鹅也挺可怜的 那么它在短时间 大量的喂食以后 短时间的这个脂肪 出现了变性以后 那么你吃起来才会 这个一口油 还吃一口油的这种感觉 就感觉特别好 事实上是非常不健康的 对我们健康也是有影响 对对健康也有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呢 也好好地聊一聊 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 请胖胖同学啊 来根据周主任所提供的 这几张图片 你来判断一下 究竟这几类人群当中 哪一个你认为 它会是脂肪肝人群 来看看这五类 这好选嘛 第一个胖的 平时管不住嘴 又爱吃大鱼大肉 第一个营养过剩的 这个退休职工 这老头六十五岁 这个一定要 第二个五十岁老板 应酬多 每天都是各种局 然后喝酒喝得多 一定要 酒精干估计是 第三个 那个三十五岁的白领 我估计他会有 因为像这种生活不规律 往往这种不爱运动 吃的更多的 可能是外卖呀 大油大盐的人 我觉得他会有 第三个和第四个 是不会有的 第一人家减肥的 不会有的 吃素的也不会有的 好的 所以就是一二五 一二五 都会有脂肪肝 好的 其实你说对了一大半 其实这五种人 都有可能得脂肪肝 老师 人家那个素食主义者 肉都不吃 哪来的脂肪肝啊 对啊 这个呢就要从 我们脂肪肝的发病 看了 就是完全不吃肉的 这样一些患者 其实很多在体检的时候 发现是有可能会 存在脂肪肝的 哦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体 它是一个非常精妙的 它会自我平衡的一个过程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作为相和科医生 会提醒我们所有的病人 饮食一定要均衡 那么什么叫均衡呢 就是什么都要吃 但是什么都不能多吃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你只吃素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机体 它就会得到 这样的一个信号 我没有脂肪 而脂肪呢 又是人体要维持 正常的生理功能 所必备的这么一个要素 那怎么办呢 它就会把它转化起来 然后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 到了它关键的时候 它再把它释放出来 那么比如说 我们虽然是吃素 但是你要吃主食吧 你要吃大米啊 你要吃馒头啊 你要吃面条啊 那么像这些呢 它都是碳水化合物 它是可以把它转化 为脂肪储存起来的 明白了 如果你完全不吃这种荤菜 那么我们的体体 就会觉得 你这个东西有摄入是不够的 那么我摄入以后 我得把它多存一点 那紧急的时候 我要把它释放出来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仍然是可以把它 转化成这种脂肪储存起来的 明白了 这就是对于长期如素啊 这个酒肉不沾 但是呢 营养不良的人 他也容易患上脂肪肝 对 给我们解毒了 好 这样 为什么急剧减重的新娘子 也会出现脂肪肝 我们稍后为大家解释 我们逐一逐一地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是营养过剩 65岁的退休职工 管不住嘴 爱大鱼大肉 你给我们解毒一下 好 那么这个其实 可能大家都是最好理解了 就是我们吃的太多了 运动又少了 那么消耗少了以后 那么肯定过多的脂肪 怎么办呢 它就要把它存起来 那么存在哪里呢 可以存在我们的皮肤里面 形成一个皮下脂肪 也可以存在我们内脏里面 形成内脏的脂肪 那么我们知道呢 所有的这种营养素 我们摄入以后 都是要经过肝脏代谢的 所以它首先就会存在肝脏里面去 那么就形成了这种脂肪肝 那么如果说你吃的虽然多 但是你的消耗更大 那么这种成绩呢 就会相对来说要少很多 所以我们说你吃可以 但是一定要运动 如果你吃的越多 你又不运动 那么这种是最容易得脂肪肝的 这个其实大家也能够想象得到 是吧 营养过剩 好 那过量饮酒 你看其实这位朋友 他的这个肖像 身材其实管理的 还比较圆称 也是个老板 估计平常也爱运动 那过量饮酒 是他最大的一个嗜好 这个对于形成脂肪肝 难道也有影响吗 对的 因为我们说这个脂肪肝的话 它是有两大类型的 一种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非酒精性脂肪肝 那么另外一种呢 也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酒精性脂肪肝 那么酒精的摄入呢 是可以直接 损伤我们的肝脏细胞的 酒精摄入以后 一般来说 我们要通过两个酶来代谢 一个呢 是以纯脱金酶 一个是以全脂肪酶 而研究表明 我们亚洲人 这两种酶 其实跟西方人相比的话 量是要少很多的 那如果你不能够解读的话 第一方面 酒精是可以直接损伤 我们的肝脏细胞 这其中就可能造成 我们的肝脏脂肪变性 第二 我们知道酒精 是什么量出来的呢 它也是粮食 对 你事实上在喝的过程中 是容易过量的 热量也很高 对 没错 还有第三个 你喝酒的时候 我们男同志肯定都知道 你可能又吃了特别多 你如果是不喝酒 跟喝酒 你摄入的这种饮食的量 一定是不一样的 你喝酒一定会吃很多 尤其是荤菜 那么你可能会吃的 比平时要多很多 所以这位成功人士的话 虽然他看起来 好像并不是很胖 但是他的肚子是出起来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往往他就有可能出现 内脏的脂肪成疾 那么也会出现脂肪肝 所以我们想了解 就是我们听到 另外一个跟肝有关的 一个词汇叫做酒精肝 酒精肝跟脂肪肝 之间有什么关联 有什么差别吗 酒精肝它事实上是一大类的 这样的一个名称 那么酒精肝是包括 酒精性脂肪肝 酒精性肝炎 和酒精性肝硬化的 那么脂肪肝 就是我们酒精肝的第一步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你还不停止喝酒 不戒酒 继续喝 它就会变成酒精性肝炎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表现为 肝功能的不好 甚至出现黄胆 那么再进一步 就是不可逆的肝硬化了 一旦出现了肝硬化 那么说实话治疗起来 就非常的棘手了 对 所以这位中年大叔 虽然看起来身材 没那么胖 但其实他的 目前潜藏的危害 比第一类营养过剩的人群 其实危害更大 对 没错 因为酒精的这种损伤 它是并不仅仅 只是损伤我们的肝脏的 它对我们的神经系统 对我们的胃 甚至全身 都有可能造成损伤 好的 第四位 其实她既是 唯一的一位女性代表 同时她的身材 真的是好好看 你看这个小蛮腰 感觉就一百斤 对啊 它怎么可能会出现 脂肪肝呢 对啊 那么这种呢 就是我们在很多 减重的人群中 非常容易出现的 一个误区 就是减重过快 事实上是可以加重 我们肝功能的损伤的 那么这样的人呢 他往往第一个 就是通过不吃 吃得很少 那么忽然短时间内 忽然把这个饮食 这样的最低量 而且呢 他有时候还要运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给肌体摄入的信号 是我最近的储备不够了 那么肌体呢 它自然而然的 就会动员出体内的 这种大量的脂肪 释放入血 以维持我们正常的 一个生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当我们在短时间内 很快的快速减重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造成 我们体内的血脂 一过性的升高 那么同样 可以引起脂肪肝 好的 其实我们最有点不理解的 就是这个最后的一种 天生就是个瘦子 饮食不规律 也没有开出任何胖的痕迹 也未曾胖过 可为什么因为饮食不规律 而会给它也带来脂肪肝呢 对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在疾病的时候 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因素 就是遗传和代谢因素了 简单的说 就是你的基因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看到有些人说 我喝凉水都长不胖 而另外一个人说 我怎么吃都长不胖 为什么呢 其实它的基因决定了 那么在脂肪代谢里面 尤其是这种长过蠢的代谢 我们很多是跟基因 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 可以看到很多人 他很瘦 但是他一查 他血脂也是高的 尤其是短股虫是高的 那么你再一问 他的爸爸也是高的 妈妈也是高的 他的大伯可能也是高的 那么这种人 就一定要警惕了 可能他家族中 就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存在 其实这个在我们的 这个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非常非常的瘦 可是血脂是高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很多是需要药物 来进行干预的 否则的话 他以后发生这种 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几率 比正常人确实是要高很多 所以呢 不要以为你自己瘦 你就一定不会得脂肪肝 这种观点其实是不对的 是的 千万不要以为 这个脂肪肝是 胖子的专利 瘦子也有可能会得脂肪肝 各位可以要一定小心了 那其实我觉得 不单单是大人需要 成人需要重视 得不得脂肪肝这件事情 最近也有新闻爆出 有一个四岁的小朋友 竟然也得了脂肪肝 那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 就是朱教授 这个小朋友 这么小的小朋友 也会得脂肪肝吗 会的呀 而且这个是我们作为 中国人要特别特别 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们今晚会到幼儿园 去看到一堆的小胖子 尤其是爷爷奶奶 带出来的孩子 特别容易多吃 因为老人生怕孩子吃不饱 他们老人最喜欢 就是看到孩子 大口大口地吃饭 但是现在我们很多 包括幼儿园里头吧 他那个孩子的活动量 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老师们都怕孩子创了 或者受伤了 那么家长可能会 心里非常的不高兴 所以有时候 还会有一些刻意 可能限制孩子活动的 这种现象存在的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的话 他的活动是他的天性 他吃是应该的 但是他一定要动 所以他孩子一旦吃饱了以后 我们就不建议 家长的孩子 尝试的去运罐 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 尤其是那种 已经出现肥胖趋势的 这样一些孩子 你去查很多 都是有脂肪肝的 可能是轻度的 可能是重度的 所以当孩子出现 这种体型 已经偏胖的时候 你一定要警惕 因为脂肪肝并不是 成人的专利 所以说现在 这些小胖哥们 可要引起各位的 足够重视了 尤其是 这个爷爷奶奶 带孙子的 不要觉得 好像小孩没吃饱 生了他可能饿着了 不要用这种心态 来培养孩子 那您再说 看我们节目同时 还可以关注 引试养生会的 官方微博 微信抖音知乎 更多养生肝货 等着您 北京密由 早晚两包 颈腹康 轻松治疗 颈致病的 颈腹康颗粒 特约播出 那其实说到 这个脂肪肝的 您上上 检查出来 脂肪肝尤其是 轻度脂肪肝的朋友 还真不在少数 每年年底 我们单位体检 体检了那个 体检报告 不是统一发回来吗 大家就在办公室 拆报告 打开看 哎呦 我血脂高了 哎呦 我脂肪肝来了 但是晚上 咱们去吃火锅吧 对 好像大家都没有 太重视这回事 因为没感觉到 有什么 比较严重的症状 对 没有在哪疼啊 哪不舒服 哪头晕 没有 对 是吧 那很多人其实 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心态 完全不在乎 这种事情的发生 是的 您说的太对了 其实我们在 颈护康康 很多这样的一个病人 拿着急检报告 来找我们看病 一看呢 轻度脂肪肝 转癌美50多 60多70多 一点症状都没有 也没有恶心啊 这种想吐的这种感觉 如果这个时候 你再不加以干预的话 这个轻度的脂肪肝 就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了 发展成我们叫 脂肪性肝炎 那这个时候 可能有些病人 就会出现乏力啊 或者恶心啊 食欲不振啊 这样一些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 症状来了以后 转癌美可能就到了 好几百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 很多病人是需要 住院来进行干预了 如果这个时候 你再不好好的治疗 那么下一步 可能就发展成肝硬化了 我们说肝癌的三部曲 就是肝炎 肝硬化和肝癌 所以我们导演 给我准备了一个 这样的题板 是对的吗 真的可以从健康的 到脂肪肝 到肝炎 到肝硬化 最后到肝癌 我们看到这个呢 主要是针对 我们的脂肪肝的一个转变 其实它适用于 所有类型的一个肝炎 我们健康的肝炎 你看它呢 就跟咱们在菜场看 那个出肝是很像的 颜色是那种暗红色的 非常的光滑 那么当你出现 这种脂肪肝的时候 整个的这种红色 就变成了黄色 就额肝那个颜色 没错 就是那种发黄的 对 我们拿出来 就像一层油一样的 如果你这个时候 再不注意的话呢 肝脏可能就会 进一步的受到损伤 那么这个时候 肝脏体积有可能就肿大 那么你在查血的时候 肝癌就升高了 这个时候呢 就转化为了脂肪性的肝炎 在这个阶段 很多病人 就会有临床症状了 如果这一阵呢 你还没有好好地控制 继续恶化的话 就到了肝炎化 那么到了肝炎化的时候 可能你自己的感觉 反而比肝炎的时候呢 要轻一些 因为你的转炎 可能是正常的了 但是这个时候 肝脏的合成功能 已经受损了 那么这个时候 到了肝炎化以后 很可能就会出现 一个不可逆转的情况 而肝炎化的时间 长了以后 都是有可能变成肝癌的 如果你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肝炎化 都有可能 在肝炎化之前 脂肪肝是可逆的是吗 对 是的 一般我们现在的这个观点 就是在肝三维化 肝炎化发生以后 到底这个肝脏 还有没有一定的可能性 那么在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是有可能会出现 部分的逆转的 但是一旦出现了 很严重的肝炎化 这种逆转的几率 就非常小了 但是一般来说 在肝炎的这个时候 基本上呢 还是非常有希望 让它逆转成正常的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一定不要让这个肝炎化 发展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我们再来干预 这时候治疗效果 是非常差的 因为您刚才提到过一个词 就是在肝硬化之前 您是在强调这件事情 对 而且我们之前也听说 说什么肝脏 具有一定的代偿性功能 对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肝脏代偿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人体 是非常奇妙的 当我们的肝细胞 发生了坏死以后 它很快可以出现 一个新的再生 这个再生的过程 我们就称之为 肝脏的一个代偿 所以当我们一当代残不了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严重的 这样一些症状 那么这个过程 其实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那么也说明 如果代残不了了 说明你的肝脏受损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肝脏受损之后 好像据我了解 可以割掉用别人的 你割了那个人 还可以长呢 对吧 对 没错 是可以的 所以它的再生能力 是非常强的 但是你长出来的 跟你自己原有的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那当时不是武汉 就有那个抱走妈妈 就是脂肪肝 然后人家天天抱走 去救她儿子 对不对 对 这是当年的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那么当时的那个 抱走妈妈和她的儿子 也是我们科的病人 是在我们医院 进行的一个肝移植 当然她当时的这种 也是一种肝硬化 特殊类型的肝硬化 是一种遗传代谢 疾病受捣质的肝硬化 那么当时她的妈妈 也是有严重的脂肪肝 就没有办法 捐肝给她的儿子 所以她通过 这个七个月的 一个体育锻炼 我们当时叫抱走 就走破了很多血以后 七个月 她的脂肪肝恢复正常了 就把她的一部分肝脏 移植给了她的儿子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 要保护好你的小心肝 对 保护心很重要 保护肝更重要 没错 别等到最后的一步了 所以千万不要等到 当这个肝里边出现 脂肪肝变成了肝硬化 那个时候在追悔莫及 好 所以说一定要保护好 我们的肝脏 没错 我们也再次感谢 今天周教授做的重要科普 谢谢您 谢谢 好嘞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 交给胖胖一块 进入到今天的 金龙鱼 一比一比一 健康厨房 看看究竟有啥好吃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以上生会 金龙鱼 一比一比一 健康厨房 我是胖胖 那我身边的呢 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 卢永良大师 卢大师你好 卢永良大师 今天好像是 给我们做一个豆腐 对不对 对 但是您这豆腐 我认识是北豆腐 就是老豆腐 老豆腐 但是呢 跟我们平时看它不一样 它中间有点 芯 辣馅 酿了馅儿在里边 是肉吗 肉 所以我们今天是一个 炸豆腐 盒子 还是什么菜 煎完以后用辣肉炖 那好 话不多说 咱们就来看看 这道美味是怎么做成的 好 首先开火 大师 我们这个酿豆腐的时候 这个里面的馅儿 是有处理过的吗 还是我菜场 腌制的 腌制的 要放点什么呢 酱油啊 胡椒啊 盐啊 生姜啊 给它上个底味 上个底味 拌一下 然后放进去 先煎 在锅里边倒入金龙鱼 黄金比例调和油 是煎不是炸 煎 豆腐呢 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最常见的豆制品啊 那这个柴火豆腐呢 又有了一股浓浓的豆香味 最大的程度 保留了豆子 它原有的味道 让人吃之后呢 口齿流香 柴火 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我一定要用柴火锅 才可以有那个味道吧 烧豆腐的时候 烧这个豆腐浆的时候 一定要是用柴火 用火来烧出来 它那个锅底啊 才有那种豆浆 扒在上面那种 糊糊的那种香味 我可以理解为 是一定要大火吗 不是 也不是一定要大火 它就是要 烧到要开锅的时候 那个让豆子的那个 那个我们叫 有点扎的感觉 落在锅底 有点扒锅了 扒锅的那种 糊香味出来 这就是老豆腐 所以你用蒸汽 用其他的方法 都出不来的 必须得煎 对 当然了 豆腐呢 是一个老少煎頤的食材 它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 以及大豆卵磷脂 能够促进大脑 以及神经血管的发育 起到健脑抑制的功效 像我们今天就讲到了 这个主题是脂肪肝 那脂肪肝的朋友 当然啦 哎呦 我想吃肉 可是不行了 什么肥肉的 您得少吃 羊肉啊 牛肉啊 可以适当地吃一点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要补充优质的蛋白 胖胖提醒您 除了在肉类当中 其实我们的豆腐当中 也有大量的优质蛋白 优质蛋白 对 如果说您血脂高了 这个血压也高了 这个脂肪肝也来了 所以您不妨在家里吃点豆腐 因为豆腐当中呢 含有大量的氨基酸 不饱和脂肪酸 维生素等等 所以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植物肉 在煎的过程当中 我闻到了一点点那个豆腐 是那种发酵出来的味道吗 就有一点点带轻微的酸 那个味道 对 这是一个细活 稍微不好就要把它翻碎了 怎么办呀 其实我们今天选用的呢 就是老豆腐 这个时候豆腐煎得差不多了 放入我们的腊肉 对不对 再来一点姜米 因为豆腐当中 它本身是有那个豆腥味的 所以也要来一点姜 去去它的豆腥味才可以 好了 现在开大火 放水 我们算是做一个半仓菜吗 不 基本上烧的差不多 要收干吧 要锅盖吗 不要 不要啊 不要 来一勺生抽 鸡粉 你看好了吗 可以出锅了吗 可以了 馅儿酿柴火豆腐 来点葱花 好 好了 这就抽筷的体现量如大师刚才说的 豆腐一定要有那个焦香的感觉 就是一定要煎到搭锅的那种感觉 才有那种柴火味 吃了这么多的豆腐 我就爱吃如大师做的豆腐 感谢如大师 感谢如大师 太高兴了 也要感谢我们金融鱼 一比一比一 黄金比例调和油 是一种脂肪酸均衡的好油 感谢你的收看 我继续吃豆腐了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次感谢周教授今天作证影视养生会 带来的重要科普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好嘞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影视养生会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